一起发现真善美、月小华油画创作各展 自10月2日到28日在彰化市立图书馆艺文展览室展出 吸引了大批艺术爱好者前来欣赏 今天隆重举行开幕式 彰化市长林世贤夫人高德云代表市长出席 与彰化市立图书馆馆长李逢时共同邀请市民踊跃参观 一同探索艺术中的真、善、美 那我的用财、用色会比较缤纷先例 比较就是反映我们的人生不一定都是顺遂的 我会人生有时候就像爬山一样 有高低起伏、有挫折、有困难 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无奈 但是我们要保有一些正能量 所以我希望我的画作能够起到这些的作用 然后有感动到温暖到人家的心 屏幕前总共有40幅 那其中都是以油彩为大宗 有37幅都是油彩 那因为疫情那一段期间就不方便去上课 所以变成在自己还有跟林世辉老师习的水彩 所以变成在疫情期间就变成在水彩上 有再更进一步去实习 所以我这边现场有三幅的水彩作品 本期是从10月2号开始到10月28号为止 那我们这一段期间 希望艺文界的或者喜欢艺文活动的民众 欢迎这一段期间可以来自由欣赏 如果说有遇到我不在的时候 我那个海报那边有我的那个QR Code 可以把它那个截录下来 可以跟我联系 艺术家他可以把这个美丽的风景留下来 而且呢还有他自己的权势在里面 那我也就是代表市长 那也就是祝福在我们支持艺术老师的 欣赏艺术老师的话的每一个人 有一定更多的支持 我们老师一起发现真善美一战 二耶 三OK 四最美的真善美 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中文章 ,高蓬莫采访报导 中文黨 感谢观看